拼金甲子的哥哥下周将迎来决赛之夜 截止目前武功表演结束 留在舞台上的还有22位哥哥 成团的名额有17个 所以最终将是哪些哥哥能顺利成团 谁又能以C位出道呢 首先是4位队长肯定全部留下 而C位也将从中产生 按照节目中的个人喜爱度来说 最高的应该是陈小春 而且他的咖位和实力也都没话说 第二可能是张静 在刚结束的武功表演中 他拿下了个人喜爱度和阵营排名的第一 而第三应该是张智玲李成顺都选一个 再来说说会被淘汰的人 大文区的哥哥初开陈小春张智玲 谢天华知名度最高 留下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林晓峰后世会离开舞台 刘家和李响都是舞者 他俩中当然只有一个人能留下 白纸刚虽然在舞台上的表演不俗 但是火力是排名初期的低 被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个团里当然少不了Rekord 盖在武功排名中位于第17米 相对而言 热狗和欲望进了他的可能性更大 不过还未到29号决赛夜 这一切都很难说 那么大家期待哪17个人群传出道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